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队伍夺了冠军 对 同时他也是一胜一合这么一个战绩 对 进入半球赛以后 应该说刘老师常年的这种功力 经验还是体现出来了 他就是选择了一个比较老实的走法 第一个对年轻的李朝庚 李朝庚的棋艺风格应该说比较稳正 而且对布局上研究的比较透彻 李清老师很老练 直接就是走一个视角炮开局 对 他走一个视角炮 其实这个棋大家已经公认了 就是红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便宜 就是红方在布局内容上 并没有说的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就是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阵型 但是并没有抢到什么便宜 对 主要是想较量中局 然后黑方这个局有平霸 对 对付这个视角炮呢 环架中炮呢 也是专系骑手呢 这个首选的这个走法 对 这个走法呢 已经流行了有那么二十年了 应该说大家通过不断的实战 当然对于这个视角炮呢 也是偶尔出现的 就是黑方呢 感觉还是应付起来呢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然后红方走马八进七 黑方马二进一 调编马 红方局九成八 黑方 局一片 对 这样呢 就是走了一个堂堂之阵 以往呢 红方出现了很多 比如说炮尔尔尔四 炮尔尔尔六 反正都有 对 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阵型呢 对黑方的压力呢 还不是特别大 黑方大阵呢 就是拱三七族 然后将来有机会 可以炮尔平三 来对局 对 威胁红方这七路马 比如你进炮 他也拱七族 你进这个炮 他也可以都拱七族 对 你要是拱三兵呢 对方局就抬起来了 这样没办法 炮尔平一对局了 对 你对不了局 因为你中兵失守 这儿黑方将来 可以足进一队上组 红方反而失信 对 时事当中呢 红方就踩了一个 炮六级五 这个走法呢 也是屡见不鲜 走这个棋啊 走得最擅长的原来啊 对 是这个湖北队的这个 李旺祥 视角炮专家是吧 对 李旺祥啊 我记得有两年这个联赛啊 是盘盘棋都走先手 湖北队这个刘大华 刘老师啊 给他掀手 他每班棋都走这个阵型 视角炮 对 尽管他走得很单调 但是呢 你一般的选手啊 你跟他下还占不到便宜 有时候你太着急 想反击呢 还容易这个 这个棋走崩了 这个李旺祥老师啊 就是亲自跟你晚上较量过一盘 输不输了 太想赢了 对 在2006年 向大家联赛 所以说呢 这个心态的比拼 吕老师呢 可能是对这个棋呢 是体会比较深 那后来呢 吕老师呢 他也对这个棋呢 可能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这个反思 那么最终呢 成为他的一个杀手锏 他也经常使用 对 那黑方呢 走去八金六 这个地方呢 并不怕红帮泡了拼酒 因为红帮动作太慢 你这个火炮 这个拉住五根 不担心 火炮 你把那个子力都换了呢 也是容易吃亏 主要那个三路马的问题 也要防范一下 对 那么红帮这个三路马 是当务之急 对 吃掉 红帮在拘二点 实际上 红帮这个炮热进五啊 陶南你看到这个棋吗 实际是虚晃一枪 根本他就不去打这个马 他等于是对黑方呢 是一种骚扰 阵形上的干扰 他是在等待这个机会吗 他也不说完全等待 他是主动呢 是对你形成牵扯 那你让红帮练走两步不行 他一进炮 你再炮进四 那就太厉害了 那他进炮 还有一个意图 是不是想这个七路马 看住这个中兵了 有 暂时这个倒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个马 本身一个马 暂时护着中兵也没有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实际的结果呢 红帮这个炮呢 是变成了一种 这个骚扰战 然后接下来黑方走 炮是平散 当然说你再不走 他将来呢 他怕他不走 炮了一瓶酒 就拉住五根了 红帮 这时候要换掉 接受去把敬酒 吹进去 他再登回来 目前的红帮呢 这个六路炮呢 暂时也不好动 飞了个像 你对 肯定不肯对 对 你这个兵也不能拱 拱人家这个足三级 他将来也有些牵制 或者说你拱着这兵 暂时也没用 人家就啊 也可以知识知你之类的 红帮这个时候呢 他先补向 对 黑方也是先 足三级冲了一个 对 他先补向的意图呢 就是把阵型的先巩固 对 如果要是先退炮 二路的话 他这个像不就卡住了吗 对 他得很难受 所以他先补向以后呢 等黑方足三级 他再来回炮 对 准备来攻这个局 张老师 那这个视角炮这个开局 其实主要还是 很灵活的一个布局 布局体系吧 应该说视咬炮呢 最早呢 是由这个 河北籍的这个特技大师啊 智多星 这个李来群呢 发明创造的 李老师 李来群呢 后来有一次在这个 跟我们这个交流啊 给我们讲题的时候 他也认为这个视咬炮 不容易发展先手 李老师呢 李来群呢 就是把这个视咬炮定义为呢 比较稳健 他说开始阶段 可能大家对这个阵型呢 不熟悉 不了解 对 红方容易呢 得到一些便宜 但是他说这个旗呢 定型太早 这个旗啊 没什么太大意思 就是可能是不是变化太少了 对 就说 倒不是变化少 由于它定型早 定型早 定型早以后呢 对方可以比较有针对性的呢 给你摆这个阵型 你就记住啊 黑方有很多选择 这个中国文化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做后发先知 他我后走的人呢 我能针对你的阵型呢 来摆特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正轴 是不是 对 你比如说我们走当头炮 先知路 飞向 骑马 这些都是比较正确的走法 那你走一个偏门 你上来飞个边向 那对方就高兴坏了 对 为什么 我可以针对你飞边向的特点 我摆上中炮 那你就容易吃亏了 所以说呢 这个 比如中炮 还有先知路 飞向 为什么更得到 大家的这个青睐呢 就是由于他这个布局的多样化 就是说他的 可以塑造的变化特别多 对 双方都有很多内容 可以去选择 考验双方的这个 这个关键的点呢 也非常多 而施咬炮呢 就是考验对方的关键点 要少 对 然后那个前一日 北方也不容易犯错 北京有一个小同学 我看有一日 他天天练施咬炮 后来我就批评了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 天天练施咬炮 得稳到哪一年算 所以少年朋友呢 这个开学 就出学阶段 对 不能多走 只能偶尔 你练一下阵型 着着这感觉就可以了 对 这个不能当做看家饭 你当头炮 可以长走 不像吕欣老师 他这个是较量中局 他是啊 所以特意选择一个视角炮开局 因为这个吕大帅呢 杨成大帅 吕欣呢 他最近的行政事务也比较多 而且大家要体谅他 今年呢 五十好几了 对 五十三了 这个 所以说呢 他呢 这个 平时的工作多呢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呢 去摆最流行的 最尖锐的 最激烈的布局 他走这个布局呢 他比较 容易操控 容易掌握 对 然后他特别是今年比赛 大家还有知道 他是一个比较快的比赛 二十加五的 对 今年的联赛还是挺新颖的 赛制好像也是 大家经过了这个 二十二轮的这么一个角逐 有六个队伍 对 然后最后参加这个季后赛 最终才决出这个冠军 应该是 严格说是二十六轮 因为现在有十四个队 二十六轮呢 双胸环 就是每个队跟每个队下两场 逐个场 然后呢 是取前六名呢 在争夺最后的名次 对 然后是 三名对六名 四名对五名 然后我们队第四名 就是碰到杭州 这个环境集团队 那广东队呢 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 他跟内蒙嘛 他们就第一阶段呢 之后呢 有一轮呢 轮空 对 然后碰到 在半决赛这个时候 碰到四船队 他们碰到四船队 对 四船队呢 应该说战斗力呢 也是比较强 这次发挥也非常出色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棋吧 待会我们再聊比赛啊 然后李少鸥呢 来了一个宋三足 你看他的谱背的也挺熟的 对 这也是 这个大家一般都会知道这个谱 但是你的深度 对 再足继继 对 然后 先把足送掉 这样就没有 泡罗基尔打死局的棋 对 这些平流 这儿另外呢 也对洪方的这个阵型呢 起到一定的这个破坏 然后洪方再捐了件 洪方呢 就这个棋呢 也不肯呢 马上就发力 他也要把阵型呢 争取在调整好 这个棋 接下来呢 黑方走了一个炮五瓶四 炮五瓶四 炮五瓶四呢 感觉还是偏稳一点 对 不是说不行 李少公的风格 应该是挺符合的 要是走得凶一点 也可以走向金九 直接飞个边向 把这个七足呢 就强硬地保住 是主要下步居落间二 对 这其实如果洪方居落平次对居 你就接受队了 黑方再马进六 这个马再登出来 这儿呢 就是说洪方七路马的不和 应该说黑方的形势呢 也是丝毫不弱 对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呢 就是想调整阵型 他走炮五瓶四 偏稳 对 那洪方就往上上 把他进四 瞄着你这个七路马 黑方要 飞个像 补像也是正确的 先补一手 红方呢 这个时候又炮一瓶五 这个地方呢 反正红方呢 也没什么大棋 但是呢 就是队影呢 形成一个牵制 那么李绍刚呢 走得还是比较稳的 再补一手势 对 十六镜五 李绍老师看到 这三轮炮啊 完成任务了 打马呢 是后手 他又炮三瓶八 来对黑方的这个 右翼呢 有一些威胁 黑方这边 还是要走好 这子力 因为虎方 一直有马四进六 这么一个手段 对 就像我们那个 提前这个 摆袭的时候 说你说的这炮灯件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直接 对 黑方就是 这个时候可以走 炮灯件 主要也是特别想 跳一个正马 对 如果你炮八进六 压住那个马 这个马压住 好像能凶 但黑方呢 也不是很怕 这个地方 由于虎方 这个七路线呢 受制 这个马四进六呢 即便你跳进去 又没脚 将来老板 炮四进一顶住你 它就一下舒展了 那个马呢 还有马四进二 马四进三 这些脚 黑方这个七路足呢 比较硬朗 对 虎方这个七路马呢 还比较弱 所以这个起呢 黑方也完全可以应战 所以说在布局上呢 虎方呢 并没有给黑方呢 特别大的压力 对 就是这个布局的 给人的印象 那么现在呢 这儿的话 黑方还是可以 满意的 很接受的 对 就是进入呢 比较陌生的中局战斗 对 这时候呢 应该说是 吕钦的 他这种中后局啊 特别他身经百战 那么李朝风呢 可能下入这个联赛啊 进入决赛以后 我也下了 我也感觉就是 比较紧张 对 因为他这个比赛啊 变成了单淘汰 最后 三对六 四对五 之后呢 我们队和四川队呢 就是纷纷打入了四强 我们碰的是内蒙 我们碰内蒙 对 他们广东队呢 是跟四川队 因为每盘棋啊 下盘就没了 他不像预赛 你下完这一场 还有下一场 就是这一场 现在变成淘汰赛 对 单淘 所以这个比赛呢 应该说是非常激烈的 还是压力挺大 很多这个棋友呢 也通过网络视频呢 就是在天天相机里边呢 还有这个讲解的 这个去观看 对 所以说棋手们呢 这个也是面临了 前所未有的 这个团体赛的这种压力 所以李守宫呢 又碰到吕钦 他就尽可能想稳一点 对 他走马二级一 对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没有问题 然后红方呢 也是先补这首试 吕钦呢 就是他比较老练 他先把自己阵型 补好 对 他先带接着路 接下来呢 这个棋黑方 本来是可以不理 走足以级一 就把自己的这个 马脚再活通了 看一下红方的这个态度 对 然后再进去周旋下 如果你去登中兵 他就登掉你 他将来退居 捉你一下 你这个子力啊 不过协调 虽然多一个中兵 但是位置并不是特别好 黑方也是完全可以应战的 他实战是炮三退一 先退了一步 这个李少庚呢 可能就感觉啊 这个马斯金六是个先手 他一直很担心这步棋 他就说想有效的防范吧 对 那么李新的这个时候 稍微想了想 他就走了一个炮八 金六 这招棋呢 就是想制造这个攻势 对 奔黑方这个中向地方呢 就加点劲 暂时也没骑 对 那黑方呢 现在他想起了 也是足以进一 他暂时没有好击走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就走马斯金六 拍马过河 对 下面呢 就开始了这个复杂激烈的 这个中局战斗 那好 各位企友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履亲对阵李绍刚的精彩乐局 这个地方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 泡斯进三 因为当时时间呢 是非常紧 李绍刚呢 在这个中局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走的还不是特别的坚决果断 对 他泡斯进三呢 本身也没有问题 他是一直怕红方这个马路进八这一点 对 实际上居住圈也可以 你马路进八 我就居住平三再加强防守 然后回来防守 逼对你 对 他泡斯进三呢 本身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呢 红方灯向呢 还好 时间不成熟 对 对方可以推移扣住你 将来有泡斯进三对炮 这个吃个像 没有什么后续的手段 对 然后呢 履亲老师就感觉啊 他临场啊 他也是在这计算 就感觉这个马登中向 他觉得这个时机呢 不成熟 但是这个马呢 要面临着对方居住圈捉你 对 他呢 就走得很灵活 他感觉这个马没有好地方 他又回来了 他就回来了 他又觉得下不齐呢 反正大不了 我在登顶中兵 我在改弦一辙 因为说 吕勋老师 他的棋艺风格就灵活 而且他比较实用 对 他比赛的时候呢 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他不去琢磨 哎呦 我怎么进马 效率低 他见招拆招的功夫 确实是超越流 从这盘就能看出了 见招拆招 这个天下超越流 或者说天下第一 他这种实战的这种技巧非常高潮 对 对方呢 有比较大的压力 然后李朝庚呢 一看 这个马回去了 暂时呢 他也没有想出更好 他就马一架 直接跳马了 他想这个反攻 然后红王炮八架 架 就给一架 他感觉退向呢 马四季一蹬 这都是先手 黑王受不了 直接就再回来防守 他在退炮 他想将来必要的时候马上退三 那红方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就马四季六 直接跳 还是要马六季八 对 然后黑方呢 这一看不好 这个马呢 就向回退 对 向回退呢 就把这个炮呢 赶开 三路炮好灵活 他还是要泡八推 对 因为红方呢 想了半天 泡八瓶酒也没用 他就 吕琴老师呢 就再回来了 其实这期挺有意思的 刚才这个图形比呢 就是黑方这个炮 等于向后呢 对 刚才是这样子一个局面 现在是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其实黑方呢 也没关系 他仍然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走退局 退局说 就说你跳马 他就去这平三 你蹬我 我就知道 我这底炮能对 底线还有掩护 对 这个期黑方也没有问题 或者黑方呢 就是再炮三次回来 也不要紧 再看红帽的态度 对 但是这两招期呢 黑方都没走出来 对 可能黑方这个李少庚 太想跳这马一尖人出去了 他就走了一个炮三平二 就是想要防止你跳马 这招期呢 可能是 这盘棋这个失败的关键 就是说等于黑方啊 这两招期都可以走 对 都形势不差 偏偏一走这个棋呢 给红帽创造了千载难逢的 绝好机会 可能他太想跳马 再跳马 这些都是先手 对 他呢 可能在比赛当中呢 忽视了红帽这个凶招 红帽有什么凶招呢 对 吕老师呢 吕大帅呢 在这呢 他就仔细地看了一下 他大概看了有两三分钟 这样 他感觉这个棋啊 他赛后 好了我们跟他这个交流 对 吕老师说 感觉这个棋再不登向啊 就没棋了 再让黑方马一尖二 这个反击 红帽就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 是啊 然后他感觉这个棋呢 登向以后 确实呢 还是有 后发力量了 所以他就很果断的马就进入 应该说这条棋 吓得很凶啊 这个 这个棋呢 黑方不能飞 飞一打将又打马了 黑方只能退去别 然后接下来 后方这条棋 可能是黑方忽略的 这部棋很关键 对 直接B5C 如果你飞 我再B5C 我们看这个炮桌在这啊 它可以炮三尖二了 你打掉 直掉 你炮打中江一江 我可以失死心 我把你这个马就捉死了 对 有这个炮在 红方这个马呢 恰好不能去登向 这个炮在这儿 不能对炮了 反而红方这个棋厉害了 因为下不棋 看着红方兵部棋 你挡不住 主要那像飞这个冲兵太厉害了 对 冲兵你挡不住 冲我再冲 就把红方这个中路呢 这个冲得够呛 对 所以说黑方呢 忙中出错嘛 只能跳上来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一无反顾 兵部棋 还是不能吃啊 这太痛苦 只能足舞进一 足舞进一拱掉 然后红方 马五皮六 对 眼睁睁看 他这个马回去了 就是转了一个像 对 然后黑方呢 李朝鸿还比较冷静 就是说他这位选手呢 在行事恶劣的情况下呢 还能够沉得住气 先顶住 这两招棋走的 还是不错的 对 然后红方呢 炮 炮八进一 八进一 这招棋浸泡呢 显得稍微 还是有一点 啰嗦 好 是说直接换掉吗 对 这个棋啊 炮八进一 直接打掉 比较简单 然后再马进一 这个子力呢 比较 对黑方压力比较大 对 而且容易掌控 这炮八进一呢 最主要给黑方 一马尔金斯的反击 对 这儿黑方多少呢 还挺顽强的 对 然后红方 就要加上去换子 再炮四推二 那等于这个马呢 红方也只好先掏马 那黑方呢 把这个中炮呢 换掉 马四进六 行不行啊 张老师 进六肯定是 少个下 我也没办法 强行指示 对 当时有 看着有一个先手 后续没有手段 这个地方 捉一下 捉他炮八平息 凭这个 叫啥嘛 这个棋 他将来把你这个摁住 或者捉你什么的 这个棋 黑方 没有棋 黑方的六路马 位置也不是特别 他这个棋呢 尽管有些僵 但你来不及 你来不及僵 吃事 来不及 他下午可以捉你这个马 对 而且捉二平三也很厉害 早就动不了了 捉这个马可能更好 捉了马以后 他将来要打中僵 这个黑方守不住了 对 所以这个棋 马四进六 肯定乘三不住 那没办法 那只能马四进五换炮 换炮是对的 虹方再退回来 然后再捉 对 实战这样下 其实呢 这几招棋 黑方走的还是不错的 比较顽强 对 虹方这个时候 如果走泡花瓶七的话 黑方可以走十五均四 好强行之势 对 以后他足五均一呢 他有这个 当然虹方可以先压 但黑方也会足五均 对 这儿呢 就是说虹方呢 也不是特别好把握 虹方还是略优一点 还是比较顽强的 就是说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方呢 确实呢 又出现了缓急 由于虹方 没有走泡花瓶三 这个转换 对 那么旅七呢 现在呢 又到了一个关键的 角度地方 他呢 就是选择了这个 下残局 走G2平坡 他希望呢 在残局当中呢 去跟对方呢 继续的 这个争斗 对 这个地方啊 立朝康就失误了 这个地方就是 黑方只能走G2平坡 但是 就是当时呢 感觉很苦啊 我们经理联队 在关注自己的比赛的同时呢 我们那天对内蒙古队 我们比赛也很激烈 但是在那个 闲暇当中呢 反正我们两个队 在一起交流 对 这边这个许云川 还有郑维同 还有宗永生 还有张学潮 这个战将都来了 对 反正我们大家互相看看 齐嘛 互相鼓舞劲 就是这个齐 大家都一致地认为啊 就是黑方只能 先平一个 是八八平七平一个 也没有 这将上了也没什么 后续手段 那黑方就反正 冲中足 跳马啊 或者泡二平三也行 对 就是这个旗呢 战线比较漫长 红方略幼 但是呢 红方能不能剩下来呢 还很漫长 主要黑方这有两个族啊 对 有补偿 它在物质上呢 少一个像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没有接受这个 他可能也怕 吕欣的这个功力啊 大家知道这个 吕小师这个功力深厚 这个 他也是想 对 把居保留住 他走去二平四 结果就被红方呢 又抢到先手 对 这个地方李绍庚 时间就比较紧了 他呢 接连出错 他直接 只有泡二平三 对 不是只有 这个泡二平三不好 不好 还不是泡二平一 泡二平一啊 因为你捉呢 让他到那几角去 去吃 他的部署 还可以延缓 要慢 他泡二平三 被人家 聚八平三 这追杀 这这旅心呢 这个确实终局走得 比较老练 因为你掌泡 他泡二平一 这泡逃不了了 对 那只能交换 交换他 聚八平七吃 这样通过这个转换呢 红方就形成公式了 你看 这个李绍庚 这个点几年都乱走了 这个棋 其实红方最简单 继续退伍 就把这兵捉死了 这好有个杀棋啊 我泡几平七为夺 这个兵吃了 应该说红方的 优势就更大 多兵多相了 对 这个地方双方也都没有看到 他就麻不进七 那这个地方 无论如何要聚四平一 先跟一步再说 对 他忙了当中呢 他也顾不上了 他走炮四季二 这个加速了 他想拿炮来跟 恶化 对 他当时想的是好 人家一进炮 他也去平一 然后他感觉呢 你这牵制马 马一动我炮的平一 对 但实际上呢 你来不及 因为红方先动手 他进马以后 是叫着鞠呢 那现在打边兵来不及 打边兵不行 他鞠就杀死你 他都不吃鞠了 直接就杀鞠了 对 这打边兵肯定不行 我吃鞠也赢 对 这样是连杀 是吧 卧槽劈死 对 所以他这个炮呢 等于进来不及 来不及呢 就等于是又白走 没办法 他实战也就出了个将 出将呢 人家中兵不登 中兵登呢 也很优势很大 对 吕欣老师呢 反正走的也很飘逸 他回马一登 他去登鞠 对 那这个棋 可能黑方走鞠平二 略好一点 但是这个也难逃败局 应该说形势呢 怎么也应该鞠平二 先盯着他的马 对 他呢 又狙击 结果让红方呢 弄一个轻松的 对 这儿红方就非常简单的 进行这个转化 这个简化 本来红方马不回啊 吃事吃相也够赢 但是吕欣老师呢 可能觉得这儿掌握起来呢 更加的从容 那下这个残局 黑方吃相不整 对啊 而且中足马上丢了 一将 对 直视 马八金六一跳 还只能丢一将 对 红方马上推我一登 这儿大家看啊 等于通过这一轮转化 红方等于是白多出了 一个是一个像 对 黑方由于呢 缺失少像 并且这个兵呢 都没解决 对 如果把这些兵啊 都换了 如果这六兵族都没有 但是才没有希望和棋 这个棋就是赢的难度 还很大 哦 这样 当然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 他也只能飞一个边向 对 红方进去 居罗三 居一平五 这 先这个也是顽强的走一走 嗯 红方 马五进六 最后招法呢 也都不重要了 对 然后他跳马跳出去 嗯 刘老师很老练 就直接居四平一 对 吃兵 都不赶你的这个马 对 这棋就是黑方没有办法了 对 就跳进去 少东西少太多了 嗯 红方就怎么走都可以了 吃掉了 对 这个残局 这个尸相总是要丢啊 对 他猪 他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 又要抽菊 啊 或者说换菊 又要登兵啊 对 然后他落势 嗯 然后最后买 买八进六 最后一步 嗯 黑方也是没办法 投资人输了 对 因为这个棋在坚持下去呢 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 因为这个棋 红方也没有失误的可能 对 因为你坚持只能掌握一步拘 他拘一退一什么的 也挺厉害 拘一退一 下午准备将 吃事 对 你还得下降 总之他将来 你这个棋没有反击 他七路兵呢 慢慢过 有两个通头 还有马六退后 现在还是杀 对 这个棋黑方很难守 该刘老师赢了这盘 是很关键的一战 对 那么最终呢 这个向甲联赛的结果呢 就是广东碧鬼员队呢 最终战胜了内蒙古队 获得了冠军 也是他们的第六个冠军了 对 广东队应该还是说 在团体方面呢 体验出强大的这个实力 对 然后呢 是内蒙古队呢 第二名 四川队呢 四川成都队呢 是第三名 对 我们经济联队 就北京威凯和金环建设队 是第四名 那么第五名呢 是上海金万滩队 对 那好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也感谢您呢 继续关注我们向其这些竞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